另外玻璃市的警员搜查一名涉嫌在城市转型中心破坏公务 和大吵大闹的嫌犯的时候 意外搜出了三张其他人报失的大马卡 由于嫌犯无法出示本身的大马卡而当场落网 嘉央警方今天早上将这名26岁的劳工压上法庭 申请延长扣留 嘉央警局主任瓦里证实 从被告的外套口袋当中 搜出的三张大马卡都是其他人的疑似身份证 法庭批准警方延长扣留嫌犯到明天 目前当局援引1990年国民登记条例 第25-1之欧条文调查案件